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瑜13号在采访中表示 当地此前遇袭的酒店内 所有中国公民都得到妥善安置 有五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受伤 昨天两点刚过 我们使馆就紧急收到这个报告 说有一个中国公民居住的酒店 可能遭到恐怖袭击 当时使馆立刻就启动了应急机制 派遣了这个工作组 出现场协助阿富汗开展救援 治疗和安置的工作 在我们工作组到的时候 应该说酒店里面的爆炸声 枪战声正在持续 阿富汗塔利班的安全部队 总体上反应也是迅速的 应对也比较专业 救援也比较及时 他们的出动直升机 落在了酒店的顶层 自上而下 那么也出动了地面部队 从酒店的底层 自下而上 围剿这个恐怖分子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 恐怖分子就被击毙 但是这次事件呢 我想呢 它是一次非常性质恶劣的事件 我们是强烈谴责 事件之后呢 我们使馆和阿富汗迪斯政府高手 立刻进行了这个交涉 要求阿芳全力抢救受伤的中国公民 要彻底调查事件 并将暴副分子 生之以法 我们还要求他们进一步保护 在阿中国公民的安全 我们阿芳呢 也给予了这个积极的回应 那个酒店的中国公民 昨天下午 就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在这个安置过程中啊 我想我们呢 在阿芳的中国同胞 都积极的伸出了援手 受伤的中国公民呢 是有五位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那么当时在酒店 酒店这个有的中国公民呢 有一些是住店的 有一些呢 是他们朋友的 大概有十几位吧